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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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衰情的鬼故事 大家好 我是錯別字 之前台中大理發生了一名 35歲的游姓女子被人活活打死 在房間裡面的社會案件 台中大理鐵皮夾蓋六層樓偷添錯 爆出命案 一名女子全身淤血死在屋內 離奇的是當時她身旁遺留一隻拍沙板 而這處民宅還是頗有爭議的宗教道場 而這個社會案件也牽扯出一起邪教意義 邪教案件所造成的悲劇 在台灣的社會新聞裡面 你隨便翻都相當的多 但你要知道 有一些可能沒有鬧成命案 沒有鬧成這麼多的受害者 沒有造成這麼多的金錢的糾紛 所以它沒有登上社會版面 但不表示它沒有發生 有一些案件的邪教事件 或是神棍 所延伸出來的問題也是毀掉一個人的家庭 一個人的後半輩子 甚至造成一些人的一輩子隱移 接下來的故事是網友投稿 我會以第一延伸的方式改變真實故事說給你聽 大家好我是李先生 這是發生在我妹妹身上的故事 有一年我的爸爸癌症過世 接著我媽媽在浴室裡面滑倒撞到後腦燒也過世了 那一年一世就走了兩個親人 所以對我們來說是非常悲痛的一年 那在辦喪事的時候呢 就有這個離公司的人跟我們說 你一年就走兩個 你要不要考慮做祭三喪 那當時我想說這會不會又是你們離公司多的一個什麼服務 然後要加價的內容 他就跟我解釋 祭三喪呢其實就是在一年之內有走兩個親人 生怕還會有第三個 所以就用一個子人啊草人啊當作替身 來假裝他已經離開了 把這個結劃掉叫祭三喪 那我上網查的確有這樣子的一個相關內容 放在一個子座的棺木裡面啊 假人啊施法這樣 後來他們就找了一個他們認識的法師喔 大家都叫他大師兄 他的樣子有點江湖氣息 嚼著檳榔 不過你說他寫這個毛筆字啊 然後在辦法師的過程啊 又有模有樣 所以你也覺得好像可能就是他個人的一種style吧 那做完之後呢他就跟我妹妹私下有聊聊天 他跟我妹說 真正影響到你們家裡的呢 是你背後那幾個小孩 這話一聽喔 我跟我妹當場整個毛都豎起來 在我妹年輕的時候 他因為愛玩的確有拿過幾個小孩 但這件事情只有我妹妹跟我還有家人知道而已 這個老師怎麼會知道 後來老師又接著說 如果你在不處理的話 那你自己的小孩也有危險 我妹聽到這個真的不行了 我先介紹一下我妹好了 他自己開了一間服飾店 那因為這樣我剛剛提到嘛 感情比較豐富啦 所以他的前前男友呢 分手之後還是一直回來找他 然後又有吸毒前科 又跟他要錢 感情過得非常複雜 那他這個孩子呢 是跟他前男友生的 也分手了 但最近一切有好轉 因為前前男友吸毒的關係有被抓去關 所以他的生活有恢復平靜 好好的顧他的店 顧他的小孩 但現在聽到老師這麼一講 大師兄說 你後面的小孩可能會鎖你現在小孩的命 他整個就慌了 後來他就給了一個地址 說有空可以去找他聊一聊 那他在中立我還記得很清楚 那一天我就自己 把工作先交給副手去調度 然後我就開了車載著我妹到中立去 地址非常的狹小巷弄之中 你要鑽過巷子裡面還有一個Y字型的巷子 然後再往旁邊鑽 那Google導航都有點亂掉 好不容易找一個地方停了車之後呢 再走過去 整條巷子因為下過雨喔 旁邊很多積水 還有很多死蟑螂的屍體 上到一棟老舊公寓 走到四樓 樓梯很狹小 都是水泥啊灰色裸露出來 上到頂樓四樓這邊之後呢 旁邊有兩個門簾 看起來就是那個老師自己手寫的毛筆 紅色的鐵門 然後我們按了門鈴之後呢 老師就開了門 裡面呢很暗 又掛幾個燈籠 老師沒有請我們進去 他是直接向我們示意往樓上走 然後他自己再跟上去 原來頂樓有個鐵皮夾蓋 才是老師他的倒壇 那進去之後呢 我看到這個神桌上面 很多神明喔 大大小小的神明這樣 乍看之下 有點像是夜市套圈圈的那個玩偶階梯 這樣一整排 你都分不出到底哪一個是主神 有點亂 而且怪的是喔 那時候我們去找他是七八月的時候 很熱 又頂樓鐵皮夾蓋 找了時間又不是晚上凌晨 應該會很悶才對 但是這個大師兄只開了電風扇 整個環境卻顯得還滿陰涼 所以我們當下就覺得有點怪 可是想說算了 後來我們就開始問一些問題啊 大師兄就回答 講得也偷偷是道啊 最後的結果就是要辦一個法會 這個法會要三場 一場一萬八 辦完之後呢 還不見得英靈會走 但是我妹已經信成這樣 就哭了一把鼻涕一把眼淚了 那做哥哥的一定不捨嘛 那錢我也不是出不起 我說好那我就來出 這些部分就看看怎麼樣 第一場法會呢 辦完之後 接下來的二三場都是妹妹自己來 因為她已經知道地址了 她就坐火車到中壢 然後再坐計程車到老師家裡去 辦完之後的三場 我必須說原本很常生病的侄子 常掛急診的侄子 過去的幾個月 還真的活蹦亂跳的 我妹也很開心 店裡的聲音好像也OK 就覺得很滿意 但過一陣子呢 他們這個幼兒園都會有這個流行 他們的流行病 那可能一陣子的感冒啊 一陣子的腸病毒啊 好死不死喔 我侄子就有染上 那我妹就開始講說 會不會是因為英靈又作祟 那我就說 沒有啦 不可能因為辦完這三場法會 你的小孩就一輩子都不會出事嘛 不可能 這偶爾的感冒也還好 不用緊張 但我妹妹不聽喔 她就一直覺得是英靈又來了 她就打電話給大師兄 在電話內頭大師兄說 對英靈又回來了 搞得她又要跑去中壢找那個大師兄 當下我心裡就有點不適滋味 後來呢大師兄就說 因為第四次第五次喔 那個就隨喜 可是隨喜我妹也包了6600 這樣一次6600一次6600 也是一批很大的數字耶 搞到最後呢 我就跟我妹說 你真的不要太心裡作祟 他說沒有 他說很多時候 如果不去找這個大師兄 他覺得英靈都會半夜來找他 他說在家裡都會聽到英靈小孩的聲音 我覺得真的不行 我就說那我有一天去住你家 我住個幾天看看 後來我去他那個時候 下了半週去他家住呢 剛剛五六日的時候 睡得很好啊 根本沒有什麼小孩子在客廳裡跑 然後什麼家電被打開 然後我睡覺的時候也沒做到什麼噩夢 可是我妹就一直賭信說她真的有做到 就這樣子不斷的花錢 不斷的找大師兄 還說跟道場的一些師兄師姐做什麼靈修 我還去看過 但你要說 真的有做靈修這種宗教洗禮 人的眼神跟這種感覺的磁場會變嗎 但我必須講去現場看的那些人 他們的眼神很空洞 甚至是害怕畏懼的 你跟他講話 他也是一直飄一直往下看 甚至我妹因為這樣子 他的工作甚至都做不下去了 然後每天在家裡也不工作 就一直打坐 唸著一種聽不懂的語言 然後有的時候呢 他身體會全身發抖亂戰 即便吃飯的時候 話題 飯桌上的話題 九成九都是大師兄有多厲害 大師兄拯救了他 完全被洗腦一般 那這件事情困擾我很久 有一天我跟一些老闆在聊天 就提到這個事情 雖然我自己很不想提啊 家醜不可外揚 我自己也是一個車行的老闆 但這些老闆就有一個突然說 你要不要換一個老師看看 對不對 那麼一個醫生治不好 兩三次的感冒 就換個醫生嘛 欸我覺得有道理喔 後來他們就推薦了幾個 他們自己覺得不錯的老師啊 老闆都一定會看風水算算命的 我就找了一個洪老師 水共洪 我就跟他講這件事 這老師幫我整理出幾個問題 他有問說第一 在辦這些除英靈的法會 有索取什麼嗎 我說聽我妹講好像有索取 什麼八字啦 他的毛髮指甲啦 好像還有血啦 然後還有一些衣物啦 說什麼媽媽小孩的連結啊這樣 那洪老師針對這點就說 基本上不會用到 這麼細節的一些東西 甚至用血 像眾生機這個科儀 可能就會用到鮮血 但是英靈這法會不會用到這麼多 可是我就反駁我說 欸可是這個老師大師兄喔 他第一眼就看到我妹有墮胎耶 而且他還知道我妹有小孩 那洪老師講這是業界的一個很多神棍用的手法 我們不能不得說有一些族群的女孩子 你看看過去 他可能就會帶有一種過去比較浪漫的氣息 那這些老師就鎖定這個族群 去故意試探上說 你後面有跟小孩 中了 他就會嚇到 如果沒中 他還有第二套術語叫做 那你後面的小孩可能是你家人的 或是你好姐妹的 但他跟到你了 這樣的方式都可以說得通 再來他為什麼知道你現在有小孩 這也很好猜 所以不見得是這個老師真的很厲害 而是一種話術 我聽完之後覺得有道理喔 後來我就跟我妹講說 要不要找去找洪老師 不要再找大師兄 結果我妹聽到的時候 大發雷霆 他說你怎麼可以侮辱大師兄 大師兄以外都是邪教 只有大師兄是對的 這件事情我跟他大吵一架 甚至我的小侄子都已經要上小學了 大師兄竟然說不要去繳學費 把小孩帶來這邊 他們這邊的靈修 可以讓小孩的學習能力更強 叫他不要上小學 我就打電話去跟大師兄講說 你不要干涉到我侄子這邊來 結果大師兄在電話裡頭 也不客氣喔 開始講出一些三字經 然後恐嚇的話語 感覺就不像是個修道之人 我覺得你敢這樣跟我講話 我開車行的黑白兩道 也稍微有認識 我不管你是不是真的有養小鬼 養好兄弟 我找真的兄弟去跟你聊一聊 我給了地址 找幾個朋友還小弟去那邊 也沒有動手 就跟他們溝通一下 後來大師兄打電話過來 整個態度完全不一樣 變得非常客氣 一直誤會啦 好啊那個時候喝了點酒啦 那個口氣不好啦 拍謝啦跟我道歉啦 不用再找兄弟來這邊 聊聊天泡茶啦這樣 再過一陣子喔 大師兄就不見了 我妹整個慌了 他到那個中立的地址發現他已經搬走了 到了頂樓看那個鐵皮 很多神像有些都留著 有些都搬走不見 就這樣一夕之間喔 那後來你說小孩子有怎麼樣嗎 小孩子沒有啊 像我姿子現在 有活蹦亂跳的啊 偶爾生個病也很正常啊 但唯獨我妹妹的狀況非常不好 他整個人失魂落魄到現在 根本沒有辦法自理 然後精神狀況也出問題 看了醫生之後 醫生說可能是要休息一陣子 所以我說 有時候信教的時候 信到不好的 真的比遇到鬼 還要讓人害怕 我是李先生 這是發生在我妹妹真實的故事 相比遊戲女子 我們可以說這個妹妹至少人還活著 但是對於她往後的人生 不論是工作跟小孩 可能都會造成很大的傷害 對於什麼是邪教 其實這是一個非常難以界定的 但有幾個點 我覺得可以提出來跟大家做一個審思跟思考 第一個是 如果你信奉了這個教 你感覺你身體沒有覺得充滿了一種 喜悅正能量跟自信 而是一種恐懼跟威脅 對方跟你說你如果不這麼做 你可能會怎樣 如果你不來找我 誰誰誰因果報應會怎麼樣 如果是這樣子的威脅 你每次去找完 不是一種安心感的話 或者是做完這個法會 你反而身心恐懼 那你就要三思了 第二個是 如果你的這個老師師姐師兄 他說你只能信奉他 而對外的首爾宗教都不行 你也要思考 這到底是不是正確的一個教派 再來最簡單的 整個過程如果有犯法的嫌疑 已經在法律層面它是犯法的 那你就不用考慮了 他就是邪教了 好嗎 宗教信仰是給人一種心靈上的支柱 他能帶給你的可能不見得是媽祖 觀音 你也可以去信奉阿拉 你可以信奉耶穌 我是錯別子我是賴正凱 我希望鬼話的影片當我不胡說八道 我們下次見 掰掰 不會吧 真的是這樣 我是錯別子賴正凱 靈異錯別字現在有專屬的YT頻道了 在這裡你可以看到 網友投稿的各地鬼故事 都市傳說 還有找民俗老師分享民俗觀點 以及找新聞圈各地漂亮女主播跟我一起去鬼屋 沒有漂亮女主播嘛 不要亂講 想聽我講鬼故事的請到YT搜尋靈異錯別字的頻道 或是小老鼠 CTIWGEI CTI舞會 每週固定小片 記得訂閱按讚分享 不然半夜歸上床